目前的華光社區的狀況下 它本來就沒有這一份所謂 那我不知道說 為什麼政府不願意 利用這個 DOT 之後所獲得的利益 來安置這些區域 其實我在看的時候 我有疑惑的意義 然後 再來就是 也許說 因為這塊地 現在所有權職在法務部 那也許法務部會說 我們那個BOT的錢 可能是國有產品區域 賺走了 所以它可能編不出那個計算 來安置這些區域 可是我的認知裡 我就覺得說 如果公務人員 他們有幸好好的去對待我們民眾的話 他其實應該幫他考慮這些問題 然後他可能就要去做部會的協調 來幫他們取得這個 搬欠的一些費用補助 這是我的認認 就是在看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從這兩點其實 對於 呃 居民的搬遷補助來說 這個 對政府來說 我覺得並不是難的事 其實要做 對於這個事情啊 就是說中國人是想求是請你一把三個字 往往是把情報最上面 可是 凡事我們都叫以法來行政 所以公務人員他是以法行政的一群人 他不得不做這些措施 做這些人的動作他一定要去做 那對於這些 呃 可能他也是氣得利益 所以說我們 我並不 我 我的感覺是說 公務人以法行政並不是一件錯事情 只是如何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公務人可以去想 說如何去做 而不是說他做的事情他一定是錯的 這樣 可是他 可是有的時候就想說 一個錯誤的決定 比那個他 呃 比他們還來得很恐怖 這樣 那對於華包這件事情 我的感覺是說 呃 我們要注重的是他的 我反而是針對他的老樹的維護 這些 還有他的環境 他是可以 另外他 遇見的是要發展到BOD的這個程度 那就是說去做成一個商業 商業的這個中心 或者他 他可以有不同的 另外的想法 可以去做這個場地 然後對於這些人的安置 他 政府 他是 有沒有他的 政府有沒有他的 有沒有這個 他的責任 一定要去安置這些人 他要去想 因為政府去安置這些人 他所花的錢 他所得到的什麼東西 都是我們老百姓交的稅 所以說我們雖然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爭取說 華光 他這些居民 他應該要得到一些補償什麼東西 可是 要想著他也是 拿我們大家來繳的稅 我並沒有說我 我繳的稅多 或是我繳的稅少 而是我的意思是說 還是利用大家重量的稅 對不對 就像我們的 何事 題外話 何事 一個固件 後來再固件 我們所增加 我們每個人身上的稅是多少 是要政府去負擔這個錢 是 所以說我們增加稅是多少 因為我們做一些事情 不管是正面去想 或反面去想 都有很多的應付 對不對 我只能站在一個 普通的老百姓身份 我覺得說公務員 他替我們做事 他已經很辛苦了 我們要體調他們 可是他可以去想 其他的一些 一些事情 一些方法 然後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可以去想 然後把 可是在行李法上的製造 我覺得 法還是很重要 那行呢 你可以去想 很多幫忙的方法 像日本人他 日本他要徵收一個土地 他去做公務設施 或公務利益的時候 他花下的那個 徵收的費用 是他原來的公告計價 或公告限制價的 五倍或四十倍 他可以花那個錢去做 可是想趕過來就講 我剛剛講的 這些錢 都是老百姓交的稅 是這樣的 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 這個平衡點 是個人心中 自己有一個同樣的 我們可以趁 按平視區 一樣 才是正確的 我們不能夠說 因為 某些事情 就想到說 我們就要花很多 政府都怪到政府的身上 其實很多事情 如果沒有這個政府 大家也沒有辦法 勝出下去 謝謝 好 看會不會誰來講一下你 我們華光這個世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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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比較認識華光 所以其實我對他的 身體的認識 可能還有一些 不足的地方 我也是有一個想法 跟兩個問題 就是 公務人員都是 就像剛剛這位大哥講 都是依法行政 所以他們 是躲在法的後面 去執行這些事情 可是 其實 台灣的父母親都需要 讓小孩子去當公務人士 因為這是鐵飯碗 所以很多人只想說 我是混口販子 那對我來說 公務人員應該是 在某種角度來講 他需要用更多的同理性去看待 這些事情 那 但是 另外想到 另外一方就是 對於這些住戶的問題 就是 到底這些住戶的 他們的權益是到哪邊 因為我知道有合法的眷戶 還有 非法的違建戶 那這些非法 他們是有繳稅 跟 好像有繳房子 雖然還是什麼 所以這個不太清楚 也有繳水店 他們也有戶籍 那如果他是違建戶 是台灣的違建戶 都可以申請到這個東西嗎 還是 只要你是違建戶 應該是本來就沒有這些事情 就是 根本就不應該交這些水 所以我這個部分 我可能要問一下老師 就是 到底這個部分 在台灣的做法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 這些違建戶真的都是受害者嗎 當然可能大家就覺得 我是講得很冷血 就是因為我有疑問 就是 就是 就像 做生意 有人有店面 可是有人是 路便談 那 這些 店面 他們都是 繳錢 繳稅 還有成本在經營的 可是路便當看到警察就 我們或許說他們很可憐 可是 既然有人有能力做 店面的生意 那為什麼還是有人 有人願意冒這個風險來做 那這些人真的是 可憐 或者是他們是弱勢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也要理性 再來就是 就是 前兩天剛好看到有一個新聞 就是 就像彰化有一個 叫什麼 方婆村還怎麼村 就是我在雅虎新聞看到他的報導 就是 他們是全球水龍頭產業 就是好像出產將近九成的水龍頭 可是他們卻是違建 那 如果按照 華光社區這樣的案例 他們要繳不當 所得 不當利益所得 那這些 這些工廠 是不是他們也應該比照相同的 辦法去 把他們過去 也許二三十年中 來上前一的錢交回來 這是我的疑問 謝謝 好 就位還有一個什麼樣的問題